这个周末就是中秋节 不过周二起水起增加 那么今年能不能看到月亮的美貌呢 接着接下来我们就请记者邦彦 在气象局的报导说明 这周末就是中秋廉价 民众也期待能看到天上皎洁的圆月 不过气象局表示 受为若冬北风影响 要看到月亮恐怕要碰运气 周二起水起增加 花莲晚上也下了场大雨 尽管降温不少 但原料越到中秋恐怕越多 整个在台湾附近吹的环境风场 大概都是偏东风 东北风或是北风的一个情形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水起也是相当的多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从北部 一直到花莲到台东 大概云亮下雨的情形都还蛮多的 然后到11月1号的时候 然后那个时候东北季风更增强 然后有一些封面下来的一个情形 东北风增强 所以10月1号跟10月2号 大概温度会下降 到10月3号东北季风稍微再减弱一点点 29号晚上其实在花东这个地方 云基本上也是蛮多的 我们刚才看到环境场 其实水气也蛮多云也蛮多 所以可能就有一些地方 可能会有一些透空的情形 有些时间可能可以赏到月 那基本上不可能让你从 从晚都看到月亮 所以某些地方可能就要看到月亮 可能就是要有一些机会才能看到月亮的情形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周的天气 温度其实高温大概都在30、32的情形 然后到1号、2号的时候 温度会下降一点点 但是温度下降并没有很多 所以这一波下来的东北风其实 并没有说强到 带很强的冷空气下来 所以我们的温度下降 其实也没有很多 那低温的情形大概就在25、26度的情形 所以晚上应该算蛮凉爽舒适的一个天气 周四到周六水气增加 东半部会有明显雨势 反倒中南部天气相对稳定 次上去也针对部分县市发布 午后对流发展旺盛的大雨特曝 预计中秋连假完 花冬雨势才会趋缓 有预计在户外赏月花冬民众 恐怕要碰碰运气 记者长包面华理事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